緬甸叛軍在盡頭前焚燒國旗 並且將代表克倫民族聯盟的旗幟 懸掛在空中 緬甸與泰國的邊境貿易大臣 米瓦迪日前遭到反抗軍大規模進攻 軍政府部隊集體投降 這一大挫敗再度顯示緬甸軍政府 真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事實上NHK報導指出 在這個月初 緬甸軍政府舉行高層會議時 反對派組織全國團結政府 派出了無人機襲擊會議現場 造成數十人傷亡 其中也包含軍政府的高階官員 為了挽回頹勢 緬甸軍政府緊急會見了中國駐緬甸大使 希望能夠得到北京當局的支援 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組織陸軍空軍部隊 於4月17號起 為中緬邊境中方一側 舉行空防實兵實彈演習 對此中國解放軍為了應對突發狀況 舉行了實兵實彈演習 以維護邊境穩定 此外 緬甸媒體還透露身為俄羅斯總統普丁 親信的俄國高官 日前也抵達了緬甸首都奈比多 與軍政府領導人敏昂來會面 凸顯緬甸當局眼下四面楚歌 然沒之急就是要找到盟友抱團取暖 與此同時 路透聲報導指出 緬甸軍政府發言人17號表示 被拘留的緬甸前領導人翁山蘇姬 已經從監獄轉出改為被軟禁 以避免炎熱的天氣 對翁山蘇姬等年長囚犯 造成健康上的危害 三地新聞是配宣報道 演唱會被警告 重演奪 詞曲紧